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最近三大运营商已经开始测试万兆的宽带入户了 北京 上海 广州已经开始由小区开始试运行 那么你只要有399以上的套餐 就可以体验上下行对等的万兆宽带入户 那听着就让人心痒痒的 我其实就想问一下 现在2000兆还没补给 这万兆就要来了 那么屏幕面前的你 家里还在用多大的带宽呢 你说怎么就那么巧 我最近碰巧收到了两款万兆的迷你主机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 超迷的这款最新的双万兆迷你主机 超迷RE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超迷RE使用了英特尔7公益的 AutoLake N系列低控号的CPU 金水这次拿到的是N100的版本 四核四线程最大锐频3.4G赫兹 这是最大16G的DDR5的4800MHz的内存 TDP功耗只有6啊 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 N100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在这儿咱们就不再赘述了 那本次随包装附送了一个12伏5A的电源 一根C的线 一个螺丝刀加一管导热的硅胶 有硅胶 好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壳 是比较成熟的全铝的被动式散热方案 那顶部加了一个散热的风扇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风扇 虽然不大 但是效果拔群 咱们后面会讲到 那正面的两个10G的SFP Plus的光口 两个2.5G的电口 旁边这个是一个外置的自启动的开关 终于不用拔跳线了 好评 那另外这个呢 不常见 这是一个2PIN的凤凰光光子 那这个呢 就多用于公共机了 那咱们最后面这个呢 就是常见的DC的电源接口 后面板上的第一个呢 是开关的按键 一个Type-C的接口 一个USB 3.2的接口 一个TF卡的卡槽 支持系统引导 两个HDMI的接口 四个USB 2.0的A口 和一个极为先进的 3.5毫米的耳麦接口 那我们取下四个角的螺丝 就可以打开点它底盖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DDR5的内存槽位 旁边呢 是一个M.2的WiFi的插槽 那么后期我们可以通过转接板 再转据出一个NVME的盘位 但是呢 它的速率只有PCIe X1的速度 那旁边是一个C的数据接口 和一个小4PIN的电源接口 那方便我们后期 加装SET硬盘 那我们现在继续要拆掉一侧的挡板 和四个主板的螺丝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取出主板 取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CPU和万兆的网卡芯片 这边呢 还有一个2280长度的NVME的盘位 那这条线呢 连接外壳风扇的连接端子 那外壳对应CPU和网卡的地方呢 都使用了导热的铜块 那这样呢 可以很好地把热量导出 那看到这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为什么要送硅胶了 那虽然说这种方案安装NVME会相对比较麻烦 但是它可以很好地把NVME的热量 导到外壳上 那么相当于是在NVME上 装了一个巨大的散热马甲 那温度控制呢 是要比安装到正面的时候呢 是要好了不少的 那么当然我也很期待它的散热表现 好 我们既然说到温度 那么接下来咱们烤个机 Bios默认设置CPU15W 风扇策略自动 Ade64单烤FPU30分钟 几秒震带阵之后呢 就会掉到15W左右 那核心频率呢 可以稳定在2.89几克兹 CPU的核心温度 从风扇启动开始的那一刻 最高呢 就会被一直压制在80度以内 最低呢72度 那么外壳的温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48.9度左右 进入这里环境温度31度 在风扇的压制下呢 这个温度表现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整机功耗呢 在烤机的时候是32.8W 那这版的Bios的风扇调度呢 会相对保守一些 只要你不是烤机 那即便在Windows下 风扇也是几乎完全不转的 那么如果你希望你的设备摸起来 会凉快一些 或者是怕烫到小朋友的话呢 那你可以手动调整一下风扇的转速 那我在这呢 建议大家调到126或者是127 那这个转速下 主机离人40到50厘米的这个位置 模拟小主机的桌面上的使用场景 那也是非常安静的 咱们几乎听不到风扇的噪音 那带机功耗呢 是稍微加厉一些些 手动开启风扇带机呢 是在20W左右 那默认的风扇策略呢 就是它不转的时候呢 是在15到18W 那我们也在Windows下 跑了一些日常的测试软件 在这呢 就不给大家念了 有兴趣的呢 大家暂停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例行我们使用小宝最新的固件呢 进行嵌入式系统的测试 超面R1在S到OS下 整机的带机功耗呢 是在13W 那我们开启风扇之后呢 会在15W左右 室内温度31.5度 咱们不开风扇的时候 外壳温度呢 可以达到46度 CPU的核心温度呢 是在58到60度以内 我们开启风扇之后呢 外壳的温度摸起来 就跟体温差不多 那CPU的温度呢 也可以非常好的 压制在36度左右 那它这个温控呢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加密算法的评分 AS499,510分 XX20 254,503分 Chromemark核心评分 99,907分 Chromemark最高空耗呢 是在32W左右 我们使用iPod 3.6 无论是实际 还是2.5G的网卡 都是可以跑满带宽的 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 用万兆的光口测速 那你使用不同的系统 和不同的设备 那你测出来的速度呢 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那我们建议大家 使用光模块 或者是一体线 配合万兆交换机来使用 那么有一些万兆的光转件的模块 在Windows下做对考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跑不满万兆的 在实际测速的时候呢 下载大概率是可以跑满 9.38G的 那上传呢 会稍微有些波动 那我们给一个180秒左右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测试速率呢 差不多也可以跑掉8.81G 基本上可以满足9G 在日常的家用里面呢 这个速度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使用光模块 在Linux系统下测试呢 就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跑满的 在这儿呢 打流的时候呢 要教大家一个参数 那大家在iPod 3测试的时候呢 可以手动加一个B的参数 在这儿指定一下带宽 我这里是万兆呢 就加10000M 这样呢 你就基本可以测试到设备的真实速率了 那后面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个-T的参数 就比如说我在这儿加了个180秒 那你就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测试 来测试一下网卡的稳定程度 接下来呢 我们也测试了两个常见的光模块 和我这儿所有的毛棒 英特尔82599的这个兼容性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我所有测试的设备里面 只有一个ODI的毛棒 它是无法识别的 其他的呢 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在这儿呢 一定要跟大家多说一嘴 那82599呢 是支持万兆和千兆两个速率的 那你在搭配交换机和毛棒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配合好速率才好 好了 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那本次的超迷R1 无论是温度控制 还是网卡的稳定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 它不到1000块的价格 在双口万兆里面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我的小店详细了解一下 那感谢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因此 感谢大家